有请何丽 贾君走上性价台 圆圆 我非常看好你 聪明 有老子 同时呢 有担当 所以呢 在这里 我特别给了你一个岗位 我的助理的岗位 当然我也会做大量的直播 在这里呢 你会辅助我 我给到你的薪水是八千家 工作地点在北京 你可以问贾君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咱们这个岗位到后面的话 是一直做您的助理 还是我可以有其他的一些 晋升的空间 我告诉你 我的大学毕业 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助理 我从一个助理 最短的时间三年 在二十多年前 我已经占年薪三十万 我有机会创业 同样在我身边待过的 每一个助理都成为了 公司重要部门的岗位上的领导 明白了 谢谢 我们法天使呢 是做一个 法律加科技的这么一个公司 我们给您的这个岗位是运营 以线上运营为主 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 底薪是一万以上 好 谢谢 好 感谢何力 感谢贾君 接下来 王兴源 在法天使和东方爱英之间 选择其中之一 或双双拒绝 倒计时 开始 时间到 来 告诉大家 王兴源 你最后的选择是 我选择中航科工 谢谢 感谢贾君 感谢何力 这姑娘还是很笃定 对小孩的目标真的是明确 但是有点可惜 他不是很灵活 他认准了这个目标 不调整啊 不调整目标是不OK的 我觉得不OK 不OK 你要 徐总听咱俩说这个会 一丝丝不开心 不管他 不管他 我意味啥 毕竟在这边 他就是做一个讲师嘛 对 可是跟在这个 董事长身边 我觉得徐总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他更多的可塑性 而不是限制在某一些 特定的你能给出的岗位上 他可做的东西 其实可做的事挺多的 我觉得你可以再给足一点东西 成长的空间 对 成长空间 这是本身对雇主也是一件好事 靳元 我想大家包括观众朋友也好奇 给的岗位和薪酬都不错呀 为什么结果是谢谢再见呢 第一个就是北京有一点点远 第二个就是因为我来之前 确实对于中航科工作了很多的一个准备 我对他们的这个航空航天的知识非常感兴趣 我也想做他们家的讲师 从而也学习一些航空航天的知识 不管怎么说 既然是您个人的选择 我们大家尊重 也希望你在台下和许立强接触的过程当中 能够达成协议 祝你今后生活工作愉快 加油 拜拜 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城市发展了两到三年 它是有那个关系网和脉络网的 所以我希望我在这个地方 就围绕这个地方向周边发展 就不要跑太远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出了社会一年 是处在一个比较漂泊的一个阶段 那航空航天的这一个职业 会让我觉得比较稳定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 非你莫属2010at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听at163.com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 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